一名印尼籍鱼工在去年随船捕鱼的时候不幸落海溺壁 检方依照劳委会中区劳动检查所建议结果 认定船长没有让鱼工穿上了救生衣 没有设置监视人员等疏失 是依照了业务过失致死 以及违反劳工安全法等等的罪嫌起诉了船长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曾乙琴 好事的主播在一名印尼籍的鱼工 在去年随船捕鱼的时候不幸落海溺壁 而检方是依照劳委会的劳动检查所鉴定的结果 认定船长是没有让鱼工穿上救生衣 也没有设监视人员等等这些疏失 才会造成这一起意外发生 而在昨天已经依照业务过失致死 违反劳工安全卫生罚等等罪嫌起诉船长 我们来听听稍早前的访问 这个案件就不同 案件人家不用做会 所以说人家的旧生衣不管是都穿得掉 这些害到这些都不干了 59岁的林姓船长在霍之被起诉之后感到非常的错愕 也直言说没有穿救生衣在捕鱼的 而这样渔民也是没有办法作业会影响他们的进度 而且在过去也有类似的鱼工落海事件 也不了解为什么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被起诉 不过检方就认定就是依照专业的鉴定报告做出的判决 不过宜兰县的渔业管理所也表示 如果要硬性规定鱼工穿救生衣来捕鱼 恐怕在实施上还是会有一些困难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